第116集 红衣声音依旧隆隆 如此 你们就放开心念 向我参拜吧 上天有好生之德 我也并不是好杀之人 那尊修罗大魔王把脚拿来 两只魔爪也松开 让花弄影花弄月两个人的神魂不再受到压迫 虽然是放开了压迫 但是整个健身之中 依旧是彭大凶残的念头徘徊 幻化出种种恶象 漆黑的深渊 让神魂无处可逃 也无处可去 红衣这一手观想修罗王 演化幽黑地狱深渊 倒是颇似荡日赵飞荣 以星河漩涡困住自己的手段 花弄影花弄月 两个人感受不到了凶残念头的狠狠压迫 就翻身坐了起来 他们看见庞大无比的修罗王 相互对望了一眼 不知道在交流什么 随后 两个人双掌合一 好像拜菩萨 拜佛祖 拜道祖一样 朝这尊大修罗王 膜拜起来 这尊庞大无比 三头六臂 持骷髅杖 狼牙剑 锯齿刀 舌头弓的修罗王 正是红衣凶残之念所化 并不是幻象 而是介乎于虚实之间的存在 因为身在剑之中 红衣就有鬼仙之力 足可以把修罗王画出实体来 这种巨大凶残的念头实体真相 并不是假的 足可以撕裂神魂 让人魂飞魄散 不过 要是在剑身之外 画出修罗王实体来 红衣还是太浅薄了 连罗刹王都凝聚不成 更别说是高一级别的修罗王 受鲜火 众生的虔诚之念 壮大阴神 最终修成真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红衣此时心中 已经开始对道术神魂 有最为深沉的思考跟思索了 刚刚的确是被良女的话打动了 起了探索一番的念头 在剑身之中 她足可以完全掌控住局面 这两个摇翅派弟子 花弄月 也就是趋雾境界 而另外一个花弄影的道数 稍微高一点 不过却比不上慕容烟 这样的道数修为 就算在外面对拼的话 红衣也浑然不俊 更何况是在剑身里面 庞大的念头 在双手合十的 花弄影花弄月两女身上扫来扫去 红衣就渐渐地发现 这两女的神魂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念头 这股念头非常的真诚 虔诚 完全是向自己敞开所有的一切 包含着信任 信赖 软弱 种种种种 这就是香火 怨烈的念头 红衣感受着两女的念头 朝自己神魂中缠绕而来 并没拒绝 而是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让这股念头快速溶进了自己的神魂当中 虽然这种念头 红衣如果不想被缠绕上来 随便一个观想就能够打散 但是 他是想尝试一下 到底什么是所谓的香火 怨烈 当年他读李延的草堂笔记 对方就提到了 众生香火怨烈 成就神佛 红衣心中一直揣摩 香火怨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现在终于感受到了 这种念头 可以壮大自己的神魂 红衣把这种念头吸纳进神魂之中 就感受到了一种冲了气的膨胀 又好像是吃了一顿补药 他的的确确地感受到了 自己的神魂在壮大 难怪 难怪天下许多的道士修炼者 都建立宗派 让人膜拜 景仰 供奉 原来香火的怨烈念头 真的可以壮大神魂 比任何的灵丹妙药 都要来得迅速 红衣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 这种念头对壮大神魂的好处 当红衣感觉到这股念头 充实壮大神魂所带来的好处时 突然间 许许多多潮水一般的念头记忆 涌进了红衣的神魂当中 这花弄饮花弄月 两个女人一生的经历 记忆武功道法 喜怒哀乐 悲苦愁等等等等 无穷无尽的情绪 还有庞大无比 杂乱无比的念头 瞬间 红衣就好像这经历 两次师姐转世一般的恐怖 这两个女人平生的种种经历 都带到了她的念头当中 这两世的人生经历 转瞬之间 就把她的神魂本性 冲得摇摇欲坠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接受了别人的香火愿力 就可以了解别人的一生记忆 经历 喜怒哀乐 这种庞大的冲击 不亚于师姐转世的胎中之谜啊 难怪 难怪说接受香火愿力 成就神通 不是正道了 在瞬间的冲击下 红衣简直相当于两次师姐 经历了花弄月花弄影两世的记忆 在这样庞大的冲击下 就算是鬼仙也承受不了 红衣的神魂念头 在瞬间就杂乱无章起来 涌入了那么多许许多多的念头 没有人能够承受得了 承受不住的后果就是 神经分裂 错乱 变成疯子 重重过去一切 不可改变 无量寿 无量光 在这危急万分的瞬间 红衣平时修行的过去经 终于发挥了作用 同时 他的心中更加明误 更加的知道 为什么大禅寺的三经要同修 才能超脱彼岸 过去经保持本性 现在经称霸世间 未来经接受香火 三者联合 有无上不变的本性 有称霸世间的力量 能在未来 凝聚无穷无尽的香火怨力 超脱最后之境 达到无上 之永恒 他的念头开始散乱了 我们的压力减轻了很多 花弄影突然放开双手道 不错 不错 想不到 想不到他居然不懂倒数 居然真的敢接受我们的香火怨力 虽然我们的所有底细 所有武功道法 都给他知道的一清二楚了 但是 他也快要崩溃了 以他的神魂 定力 不可能接着得住 花弄月 常常虚出一口气道 我们现在怎么办 是的 他的神魂分裂 崩溃 面头瓦解 还是先出去 当然是先出去 稳定住局面 别忘记了 我们还要捉拿金珠 但是这口剑 可是阴阳桃神剑 无上之宝 拥有这剑 立刻就会拥有 鬼仙的御剑力量 这口剑的重要性 却是比捉拿金珠 都要重要许多 那就等一等 两女相视一笑 一种计谋得逞的韵味 荡漾起来 你们不要再等了 突然间 红衣的声音再度响起来 怎么回事 花弄影花弄月 两女突然惊奇地发现 那尊本来开始崩溃的 巨大修罗王 又猛地凝聚起来 你们以为 我就会被神魂分裂吗 太天真了 你们既然那么想 要做我的奴仆 那我就成全你们吧 突然之间 大修罗魔王的双爪 猛地抓射下来 捏住了两女 突然间就化作两条黑器 钻入了两女的神魂之内 随后就无影无踪了 然后这一瞬间 两女又产生了一种念头 好像自己被剥得精光 所有的一切都呈现在 红衣的眼皮之下 自己的任何念头一动 就肯定会被红衣知道 同时 他们心中又泛起了 另一种感觉 就是红衣的任何一个念头 他们都抗拒不了 也无法抗拒 哪怕是红衣现在立刻 让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 脱掉衣服 他们也会执行这个念头的 因为刚才 他们已经完全放开了 自己的心灵防线 使得红衣的念头 留在了他们的心里 留下了烙印 就好像是红衣在 逃身剑中留下烙印一样 随时都能够驱动剑 和剑产生微妙的感应一样 你 你为什么 此时 两女已经大惊失色 面面相去 完全说不出完整的话来 刚刚他们算准了 红衣肯定会神魂分裂的 因为没有一个修道人 能够接受别人的香火愿力 这样会导致神魂不纯 蒙昧本性的 但是他们没想到 红衣居然修炼了过去 弥陀经这种无上的经文 本来就是保持本性不昧的 他们这下一失算 就立刻导致了万劫不复 现在他们虽然没有任何损伤 也没有任何的失控 也保持着自己的思想和个性 但是 他们已经完全抗拒不了 红衣的命令了 就真的好像是虔诚的教徒一样 无法抗拒神佛的旨意 他们完完全全的 成了红衣的奴仆 这完全是他们自找的 不敞开自己的心灵 向红衣膜拜 就算是红衣神魂再强大十倍 也只能毁灭他们 却控制不了他们 出去吧 红衣感觉 此时一切尽在掌握当中 然后就顿出了朱邪逃神剑 随后神剑归翘 阴神归体 睁开了眼睛 就在这一归翘的同时 花弄影花弄月的神魂 也归了翘 在场中人都没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只看见红衣跟花弄影斗剑 一下阵列了蓝铺金木剑 随后便停在空中很久 最后又飞回去了 红衣这一归翘 场面异常寂静 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两方人马依旧对峙着 你们后撤三里 在大陆上安营扎站 今天休息一晚上 突然间 花弄影懒洋洋的声音 从低辆马车当中传了出来 大小姐 四周的静庄剑剑女子 都很不解 听我的命令 花弄影的声音严厉起来 是 这次 女子都不敢说话 立刻牵了马车 回头走路 远远在三里之外的大陆中央 搭起帐篷 点起了篝火 这一撤退 红衣这边的人 也出了一大口气 纷纷把弩剑退槽 红衣 这怎么回事啊 我料定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杀了他们的一个人 他们就肯这么走了 只怕等一下 还有阴谋要算计我们啊 赤追羊看见这样的情况 倒是疑惑不解 吃了一惊 他知道 银州摇池派的人 都是崖字必报的 又是财大气粗 靠山巨大 杀了他们的人 不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的 不会的 红衣摸了摸身边的桃神剑 指了指远处 这不 那两个大小姐二小姐过来了 众人随着红衣的手势看去 果然 有几个人抓着火把 跟随在花弄影花弄月的后面 这两个女子 正款款朝这边走过来 啊 他们要干什么 赤追羊随手一抽 冠红公就到自己手上了 刁灵剑也搭上了 远远地指着那两个女人 不用这么紧张 红衣阻止了赤追羊的动作 不行啊 还是得防备好了 你们都把弩剑上槽 赤追羊皱眉 正吩咐呢 花弄影花弄月 两个人已经走到五十步开外 随后命令随身的人停下 两个人单独走了过来 让他们过来 赤追羊追上去阻拦 红衣赶紧到 你要把我们怎么样 痛快一点吧 花弄影走到篝火旁边 站住 突然蹦出一句话来 让赤追羊小木神铁柱都一愣 因为刚刚这两个趾高气阳 不可一世的大小姐 现在的语气却好像是 砧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的味道 只有红衣知道 刚才的剑法斗剑当中 自己已经大获全胜了 在两女的神魂之下落下了烙印 只要念头一动 对方根本无法抗拒 和砧板上等待宰割的鱼肉 没有什么两样 坐吧 红衣把手一挥 招呼了一句 我自然不会把你们怎么样 你们苗迟派和我往日无冤 尽日无仇的 今天的事呢 也不过是你们嚣张麻糊 惹到了我头上 眼下事情告一段落了 就不要再提了 你们的靠山是何亲王 我们倒是有合作的机会 不知道两位小姐 可否与我合作呀 合作 花弄影花弄月队望了一眼 又看了看红衣 不知道眼前这个少年 到底要干什么 按照道理 红衣签在一个念头 就可以让他们做任何事 根本不用拐弯抹角 当然是合作了 实不相瞒 我现在是玉器王麾下的谋臣 眼下的敌人都是太子 而我现在要入军 你们可以跟我合作 给我提供前梁高手 共同对付太子 以及大罗派 怎么样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花弄影眉头皱成了一个穿字 他不明白 红衣占据了上风 怎么突然提合作的事 很简单 我光明正大 一切都是秉承着正道二行的 虽然和你们都法胜了 不过我并不想控制你们 那你肯把念头烙印收回 花弄月听见红衣的话 又惊又喜 红衣冷冷一笑 我虽然光明正大 但是你们出尔反尔 我不得不讽 不过呢 咱们要合作 我也未尝不可把捞印撤了 真的 花弄影身体微微地颤了一下 当然了 就在红衣说话之间 突然远处的山林里 传来了凄厉的怪叫之声 而且叫声越来越近 第一声还在树里之外 第二声就靠近了大陆 三声四声过后 大陆旁边的树林里 哗哗哗哗的乱响 就好像是其中 有无数的野猪横冲直撞一般 所有人的寒毛都竖了起来 突然之间 一声奇力无比的怪叫 在众人耳边回荡起来 在树林中 突然蹦得出一个金灿灿的影子来 这个金灿灿的影子一晃着间 突然扑的一响 一团白气就冲到半空当中 然后白气突然散开 化作无数丝线交织成的大网 像红衣这一行人 就罩了下来 金珠 花弄影花弄月 尖叫了一声 第117集 这就是金珠 来得好快啊 好厉害的喷吐蛛丝结枉 果然是修道之人梦寐以求的 深爱之身 附体屈窍 红衣练到了武师的境界 领悟了无法无念的境界 再加上灵药的辅助 身体各种状态 已经上了一个台阶 所以 它目光锐利 反应灵敏 依然看清楚了 落在路当中 那个金色的影子 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这是一个巨大的蜘蛛 比普通蜘蛛 足足大了数十倍 就好像是一只小猫一样 这只蜘蛛 全身都是一种 油腻光亮的金色 一闪的水亮 似乎是金色丝绸 却并不像别的蜘蛛 那样毛茸茸的 这种状态之下 让人看上去 这只大蜘蛛 并不猛恶 也不争宁 反而有些可爱 唯独不可爱的地方就是 这只大蜘蛛的嘴两边 两颗长长的猪牙伸出来 蓝汪汪的颜色 一看就有巨度 倒是令人胆战心惊 这只大蜘蛛有八条腿 爬动起来 地面上灰尘都不起 轻盈快捷 一溜腰似的 让人有一种感觉 哪怕是踏在水面上 他也能急速地奔跑 他吐司的瞬间 是一声尖叫 如寿轻的婴儿一般 随后肚子一鼓 一团荧光 就从肚子里面喷射出来 随后漫天蛛丝 网罗照下 红毅从来没有看见过 这么奇怪的蜘蛛 他心中暗暗惊叹 造物之神奇 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不过 他却没有半点的犹豫 他阴神豁然一下 冲出顶门 凝聚了月光 化作了光王之身 撑住了落下来的蜘蛛网 这次红毅化身的光王身 现行出来 极为庞大 足足有三丈来高 身体光影却是淡淡的 远远不如缩小 那么凝实 不过 他这次却不是来打斗的 而是用来抵挡蜘蛛网的 自然不用那么凝实力量 天上落下的蛛丝罗网 瞬间就缠绕在了 红毅的光王身之上 把这尊巨大的身体 包裹成了一个银白色的茧子 好粘稠的蛛丝 如果就这么落下来 咱们这些人的行动力 肯定会大受阻碍的 红毅刚刚以阴神显化的那么大 就是为了破除蛛丝的笼罩 现在蛛丝一缠绕上来 他果然就感到 这股蛛丝 有一股强力的粘合力 和缠绕力 被裹成了一尊银白色的茧子 红毅感到巨大的缠绕包裹 如果他现在是肉身的话 绝对已经不能动他了 哪怕是力量再大十倍 也没用 这个金猪如果降服了 在战场上对付普通的士兵 很有用处啊 红毅想到 战场上上百人 持兵器这么冲过来 如果金丝这么一吐 满空的蛛丝结枉 把人给粘住 敌人立刻就成了 带宰的羔羊 如此 你这只蜘蛛异装 就乖乖留下来吧 红毅的心念一动 散去了光王之身 脱去了茧子的束缚 只听到砰的一声 空壳的茧子跌落尘埃 在地上带起了一大片的灰尘 神魂可聚可散 蛛丝网再强大 也困不住无形无掷的 阴神鬼物 这也是显形境界明显的好处 如果红毅刚刚还是趋雾的境界 驱使飞剑上去 就这样被包住了 神魂纵使能够拖出来 但是飞剑就被缠住了 红毅这一脱身出来 念头再动 淡淡的月光又凝聚到身上 越来越强烈 到最后光芒耀眼 简直好像是天上的明月降落下来 重新凝聚的宝月光王身 红毅的动作闪飘如电 呼拉一下就抢到金珠面前 伸出一只光辉璀璨的大手 照着金珠就抓射下去 这只金珠虽然有剧毒 蓝汪汪的猪牙令人恐怖 但是红毅现在是阴神险形 刀剑不拒 水火不清 也不用在乎区区的毒素 只听到嗤嗤嗤嗤 就在红毅破掉蜘蛛网的时候 四面的随从也从震惊当中惊醒过来 他们哪看过这么凶恶的怪兽啊 就算是白云无老 看见猫一样大的金珠 都心里面发毛 手上的脸弩 连看也不看就扣动了扳机 渐如飞黄一般冲过去 瞬间就笼罩出这只金色的大蜘蛛了 你们 花弄影花弄月亮女看见这样的情况 惊呼中带着气愤 金珠被射死了 那就快大了 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这只金珠的行动似乎出奇的敏捷 连弩扳机刚刚驱动 金珠就以一种肉眼无法看清楚的速度 瞬间移动 在满是灰尘的路面上 居然没有印下脚印来 瞬间就到了三十步开外 飞黄连弩射了一个空 不是落入树林里 就是插入地面下 赤锥羊也吃了一惊 这种身法速度 比起赵飞龙当日都差不了多少 赤锥羊想 如果这只金珠朝自己扑过来 恐怕连闪避都困难 不过 红衣的速度也丝毫不逊于这只金珠 金珠一动 他的手抓射也跟着过去了 阴神光身在空中 划出一道长长的光轨 如流星拖出去的尾巴一样 宝月光王身本身就是一团光凝聚而成的 轻盈灵动 比肉身要快十倍 自然跟得上灵巧的金珠了 又是两声尖锐的叫嚷 这只金珠也好像是知道遇到的境地一样 见到红衣这个光人狠狠在后面张牙舞爪地抓射 立刻掉转身体 搜了一下就往林子里面钻去 红衣哪肯放过呀 他阴神一动也钻进了路边黑压压的树林里 咬紧这只金珠不放 我们也跟着去吧 花弄影花弄月两女对望了一眼 盘坐在地上不动 也神魂出窍 猛跟过去 南州古道周围 都是黑压压连绵几百里上千里的树林 南方的山林 蛇虫鼠蚁 毒蚊子 毒蚂蚁 毒蜘蛛 胀气毒气很多 尤其是各种藤蚌 荆棘交错 更有老树的枝叶互相盘解 蜜压压的阳光都照不进去 林木的最深处暗如深夜 净沉沉的不透风雨 就算是武功再高强的人 都不能够深入其中 无穷无尽的毒虫 沼泽 瘴气 荆棘丛林 足可以把人仙级别的高手都要困死 不过 神魂进去就没问题了 红翼追捕金珠 深入老林深山当中 这才感觉到了阴神的好处 游走在树林当中 深入之后 一连几十里 在光深照耀下 红翼发现了许许多多的药材 还要珍惜物种 那树上是紫色灵芝 是数十年的货色 药力充沛 是治疗哮喘 养生补体的上乘灵药 还有 那片山谷沼泽之中 那条乌林大芒 戳到之后 剥下皮 经过柔制 立刻就是比白牛铠 还要贵重得多的 蛇灵铠 这些东西 人进来 根本捕捉采集不到啊 如果是神魂处有 那就方便多了 红翼此时又知道了 修炼道术的一大好处 最起码 现在这种情况下 就算是人先高手 进来这片茫茫的 密林采药 也不容易 就是那条沼泽之中的 乌林大芒来说 方圆十多里的沼泽 潜伏在泥泞之中 就算是千军万马 都奈何不了 但是 只要神魂到了趋雾境 就能够轻而易举地 捕捉到手 等完定下来 倒是可以神魂出游 入那些显地采药 捕捉一些珍稀来 不过 神魂能不能入水啊 说过能入水 进入深海当中 不是可以采集大珠宝石吗 那不是想不发财都难吗 难怪那些和尚道士 都喜欢幽居深山 海岛之中 都是寻访奇异 探寻幽静 搜刮宝物 神魂出游 那可比身体要方便了 一百倍 一千倍啊 红义想到这儿 心神一动 不过这个念头 在红义心里 只是转了一下 就压下去了 当下还是先抓住 这头金珠一种再说吧 红义可是听赤坠羊说过 这金珠通人性 报复心极强 一旦逃脱 以后伺机报复 也是难以对付 身后花弄影花弄月 两个人的神魂 也飞速赶过来 前面的金珠 却已经钻入了沼泽当中了 沼泽泥泞 腐臭 人要是陷进去 立刻就要遭受灭顶之灾 但是金珠却轻盈无比 几点就窜上去了 在其中飞快地奔走 如履平地 这蜘蛛的动作 真可以比得上是武学大师了 在这样环境的密连 南方沼泽泽里 大宗师也对他无可奈何吧 红义心中想着 却运足了全部的神魂之力 他忽然一下加速 光网之身再次拖出长长的光尾 夹杂着破空的呼啸 凌空猛扑而下 如老鹰抓涉地面逃命的 小白兔一样 一把就捏住了猫一样大的金珠 金珠一抓到手 红义就感觉到了猛烈的挣扎 自己以这显形的力量 居然还有些抓涉不住了 红义的神魂之力逐渐地凝聚 虽然在最初的阴魂出窍的时候 只有肉身一半的力量 但是经过逐渐地修炼 一举踏入显形境界之后 凭借着过去经的修炼 力量已经大增 现在这宝月光王身的身体 已经和肉体的力量不相上下了 也是武师的境界 武师境界的力量 号称是虎力 也就是相当于一头凶猛的老虎 以老虎的大力 牛马都能够射服住 何况是一只小小的蜘蛛呢 但是 红义现在抓住金珠 对方剧烈挣扎怪叫 似乎比老虎的力量还大 老虎一样力量大的蜘蛛吗 这还是蜘蛛吗 红义心中震惊了 为了彻底震住这头金珠 他只得法武其出 黑魔乌鸦阵 猛然抓射之间 红义的念头一动 施展出了从木龙烟那里学来的 黑魔乌鸦阵 这黑魔乌鸦阵只要一施展 不论是人还是动物 都立刻眼前一片漆黑 灵魂被镇压动弹不得 当然 红义并不想施展叶叉王 叶叉王要一放 这头金珠的灵魂肯定会被打灭的 哼 这下抵挡不了了吧 红义在施展出黑魔乌鸦阵之后 心中虚了口气 但是 出乎他意料的是 黑魔乌鸦阵刚刚发出念头之中 一片黑暗笼罩了这只金珠的神魂 但是对方的神魂并没有受到镇压 而是突然之间产生了异常 哼 一声娇滴滴的冷哼响彻在红义的神魂之中 随后红义就感到 自己观想出去那片黑暗之中 突然涌起了一片金色 金光之中涌现出了一尊凶猛无比的大菩萨 这尊大菩萨 一脚踏一条五爪两脚的金龙 一脚踏着白象 全身筋肉囚章 目光怒射 手上也没有兵器 但是拳头紧紧握住 摆出了猛然出击的权势 这尊大菩萨 可谓是把世间所有的威猛张扬的气质 都急于一身了 一种力量爆炸的感觉 立刻就驱散了黑乌鸦阵的黑暗 大威天龙菩萨 红义心中涌起了一个念头 这蜘蛛已经修炼有成 不是普通的领悟了 大威天龙菩萨经 是大禅寺当中的上乘典籍之一 传闻 大威天龙菩萨 即龙相距离于一身 威猛刚强 观想此菩萨 领会大威天龙经文 神魂之念力大无穷 一个小小的金珠 怎么会这种功夫呢 就在这时 这尊大威天龙菩萨突然间就消失了 金珠抓在手里一动不动 好像死了一样 但是在金珠头顶上的虚空之中 红义突然看见了一个全身穿着金色袍子 愈着愈腿引线 眉宇之间有杀气的少女 快点放了我的身体 这尊少女眼睛盯着红义 发出声音 你 你居然练成了阴神 这么奇特啊 红义一看 倒是让她想起了那几只小狐狸 不过 以你的道术 险形都没成呢 怎么会是我的对手呢 我这宝月光王身 月光凝聚险形 砖伤神魂 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 你怎么会大威天龙菩萨观呢 红义猛然问道 关你什么事 快点放了我的身体 金珠阴神恶狠狠地道 哼 看来你是不见官才不落泪啊 红义把手一送 大金珠放下 手上多了一柄三股钢叉 正是夜叉王的恶念所化的 感觉到了恶念之叉 金珠阴神就变了脸色 突然退了几步 再次狠狠道 你这样对我 我爷爷不会放过你的 你爷爷 花弄影花弄月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 突然道 你爷爷 莫非就是金珠法王 第118集 不错 我爷爷就是柔然大国师 天下八大妖仙之一的金珠法王 我只不过是出来散散些 你们为什么要追杀我 金珠阴神所化 这个金袍女孩 语气突然强硬起来 但是看着红义手中那感 大钢叉 眼神之中还是显示出了一丝恐惧的神态 柔然话外 蛮一只地 什么国师不国师的 也来大钱摆威风 红义把手中钢叉扬了扬 冷笑地盯着金珠阴神道 别说是你了 就算是金珠法王这种妖孽 来我大钱拦路杀人 吃人喝血 也是有去无回 说 你为什么要来大钱 还居住在这黑木山当中 杀害南州古道上的行人客商 谁杀害行人客商了 金珠阴神往后退了一步 看着红义 似乎想从他脸上分辨出什么东西来 是那些人 要抓我练神外之身 难道我反抗都不可以吗 抓你 你反抗 那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突然跑到路中间来 还喷吐蜘蛛丝 想困着我们呀 红义丝毫不为金珠阴神的 花言巧语所动 只是把念头锁住这个阴神 只要对方略为有轻举妄动 立刻就一叉叉死 这头金珠的道术修炼并不精深 也就是阴神出城 不过 动物能够修炼到这样的境界 也算是高深莫测了 要知道 红义得到无上典籍 过去经都花了很长时间 才突破到夜游日游 到达区物的阴神境界 幽谷之中的徒劳修炼了几十年 也不过是日游 我知道他们是来抓捕我的 我当然要先下手为强 金珠阴神一指后面的花弄月 花弄影发出了哼哼的声音 前些天 我杀了几个摇智派的弟子 也是来抓我的 今天看见他们 我就知道 你也是来抓我的吧 不然不过这么穷追不舍 红义回头看了看 花弄影跟花弄月 我们只以为是一只普通的金珠 却没有料到 你居然是金珠法王的后裔 还修炼了神通 难怪我们摇池仙连堂的人 不是你的对手 花弄影看着这个金珠阴神道 花弄月更是冷笑了笑 哼 不过你现在还跑得了吗 既然你不是普通的金珠 我们是万万不能放过你了 否则让你回去 告诉金珠法王 岂不是为我们摇智派 钻天麻烦 说吧 两女看着红义 神色很明显 是要红义赶紧下手 红义却没有下手 只是把手中的钢叉一晃 收了恶念 那钢叉也就消失得 无影无踪了 既然你不是无故害人的 那你走吧 赶快回你的柔染去 不要再大钱晃荡 万物有灵 这头金珠修炼出阴神来 就好像是小珠小飞 那些小狐狸一样 既然不是无缘无故地 杀人害人 红义也就不打算 一下就打灭神魂 让他魂飞魄散 金珠殷神看见红义 居然肯放过他 不由地愣住了 不能放过他 花弄影花弄月 奇奇道 哼 你们瑶池怕的 那个什么天女大法 我也不怕 要来就来 金珠殷神并不示弱 你还不走 红义并不理会 他们说的话 只是看着这个金珠殷神 我才不回去 这次我是偷偷跑出来的 金珠殷神看着红义 脸上表情改变了许多 我爷爷要以一魂大法 帮我转世 然后嫁给柔然王子 那个家伙 我当然不肯 就逃出来了 不过 想不到这么多人 都要捉我 你居然肯放过我 这是为什么 如果你是普通金珠 我当然要抓你了 不过你居然修炼到了殷神 魂化成人 除开一个皮囊之外 和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红义道 哦 这就是你们人所说的道理 金珠殷神听见红义的话 眉头皱了皱 似乎在思索上 随后道 你居然能凝聚月光成形体 好像 好像修炼的宝月光王身 这种手段 是大蝉色的秘精之中才有 如果再进一步 就可以凝聚日光 修成宝日光王 最后炼成大日如来真行 比太上大的九火炎龙还要厉害 真厉害啊 真厉害 我爷爷迟早要来抓我回去转世成亲的 我正好要人庇护 你这么厉害就庇护我吧 我可以给你财宝雇佣你 我们那里的规矩 只要有钱 确实能雇佣到强大的人呢 这个金珠精通秘典呢 居然能看出我修炼的是宝月光王身来 红义听见金珠殷神这样一番话 心中暗惊猛然问道 你刚才施展的可是大为天龙菩萨官吗 这种到处修炼出的神魂力量极大 也是大禅寺的典籍啊 你从哪弄来的 我爷爷当年到大禅寺藏经阁 悄悄地偷出来的 典籍可多着呢 金珠阴神道 你受不受我雇佣 你如果受我雇佣 我就把这种修炼之法告诉你 这门经书可是法无两道修炼之术 除了神魂修炼之后 大为天龙菩萨经之中的龙象法印 可是你们人类修炼的什么武功 这些武功 我可确实都知道的 你只要是我雇佣三年 三年时间就足够了 龙象法印 红义听见之后念头剧烈跳动起来 他读过音乐和尚注解的武经 红义知道 龙象法印是一门极其高深的武功 以炼髓为主 天下武功千般百种 炼肉精骨皮 脏服吐纳的法觉虽然珍贵 但是如果是达官权贵 势力极大的人都是可以弄到的 唯独更高一层的炼髓的秘诀 却是根本弄不到 但凡是炼髓典籍 有如价值连城的传国玉玺一样 一旦出世 立刻会带起无穷无尽的腥风血雨 因为拳法超越先天 达到大宗师境界之后 就要开始炼髓换血 像脱胎换骨的武圣迈进了 而炼髓的秘诀 正是这一关口大门打开的钥匙 有了炼髓秘诀 就能够肉身成圣 成就武圣之境界 没有炼髓秘诀 哪怕你是天纵奇才 炼武一百年 也只能在大宗师踏步 不能进入武圣 弘毅现在拥有了 灵规吐息法 天蛇涉息法 从先天境界 到大宗师的炼脏腑 却是不缺了 但是要突破大宗师 进入武圣 就必须要有炼髓的法觉 没有炼髓的法觉 弘毅就算领悟了 无法无念的境界 也是镜中花 水中月 最多到大宗师的初级 就止步了 什么 这 花弄影花弄月 听见这个话 也是万万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金珠 居然身上蕴藏了 大禅寺的宝经 至高的炼髓秘诀 龙象法业 可是大禅寺 五道至高神通 炼成之后 可以成就五圣 力大无穷 有龙象距离 这种拳法 可是仅次于传说之中 人仙秘典 现世如来经之中的 大雷鹰法业 花弄影花弄月 叹息起来 像看傻子一样 看这头金珠阴神 不知道对方是愣头青呢 还是真的像是 三岁的小孩一样天真 红一听见这话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好 我可以保护你三年 说实在的 这样的好事 没人能拒绝 就算以后什么 金珠法王找上门来 那也是以后的事了 那好 在这林子之中 我也带到厌烦了 出去又要被人杀 现在总算是请到一个 道法高下的雇佣兵 真不容易 唉 出去之后 我要喝牛奶红茶 你可要每天给我准备 还要把我藏得好好的 不要被人看见了 我可想天天安安稳稳地睡觉 不被人打扰 还有 我要睡绸缎被子 喷玫瑰花露 还要洗牛奶浴 我可不喜欢异味 一哥哥进去林子很久了 怎么还没有回来 马路上 小木焦急地望着林子里 木小姐 放心吧 一只金珠而已 红兄是神魂初遥 没什么危险的 赤坠羊安慰小木 言语之中啊 却透了一丝恭敬味道 因为赤坠羊知道 小木很有可能是 语文太师的转世之身 就在两个人说话之间 一个光人 猛然从树林当中飞了出来 正是红翼的宝月光王身 唯独不同的是 红翼的光身肩膀上啊 还附着一只小猫一般大小的金珠 这 这是 赤坠羊看见红翼神魂归翘 金珠落到地面上 悠闲地散着步子 好像一只夺着方部的金丝猫一样 不由奇怪地问道 红兄这是降服的金珠了 我记得金珠性情暴裂 不容易降服啊 降服啊 我没想过他 只是跟他做了一笔交易而已 红翼睁开眼睛 看着猫一般大小的金珠 他可不是一般的金珠啊 这是柔然国金珠法王的孙女 逃婚出来的 是要雇我们保护他的 这 蜘蛛逃婚啊 还雇人呢 听见红翼这话 在场所有人的眼睛都瞪得巨大 好像发怒的牛一样 人人心里均有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 而这时候 这只金珠哼了一声 嘴里发出怪异的 但是听得懂的声音 你们看什么看 我要睡觉去了 说着 把牙齿缩了回去 慢条斯理地爬进了帐篷之中 我靠 金珠还会说话啊 在场的人里 包括白云五老黑药三兄弟 连带五个士兵神铁柱 都有一种要晕过去的感觉 红翼看见过徒老那只狐狸说话 倒也不惊讶 只是对赤锥扬道 这只金珠 大前语说的倒是挺好的 既然是柔然国的金珠 按道理说啊 要说柔然语才对啊 赤锥扬道 金珠法王在大前修行游离过 柔然国的王公贵族 都会学大前语的 就在这时候 花弄影花弄月亮语 也神魂归翘 睁开眼睛 看着红翼 不等两个女人开口 红翼倒先开口了 你们是姚池派 花月堂的两位堂主 银州巨富花家的两位小姐 我们姐妹 现在已经落入你的手里 砧板上的鱼肉 任凭宰割 不过刚刚看你 追捕金珠 和一个异类谈话 虽然在上风 却并不咄咄逼人 倒是个正人 这次的事情 我们姐妹是咎由自取 你有什么章程 就说吧 花弄影此时已经安定下来 刚刚她倒是知道 红翼这个人 也不是什么凶恶之徒 心也放下来 暂时没有什么章程 不过我的妹妹 缺少人服侍 你们姐妹手下 应该有不少得力的丫头 我现在呢 需要八个可靠的服侍 不过 像那种嚣张跋扈的 我不要啊 红翼不动声色地 随便提了一个要求 这个好吧 我手下正好有八个 伶俐的丫头 武功修炼也不错 就送给你了 花弄月一听 是这个小小的要求 倒也放心下来 嗯 你们在银州 在南方也有船到海外通商 你们的银商的船 都非常坚韧 外面包了铁皮 还配有飞轮铁桨那种东西 不知道是否能够卖我一些啊 红翼说到了关键的地方 原来 银州巨商生意非常大 到海上商船往来各国 运送瓷器茶叶绸缎 同时换来很多海外的香料 宝石 经营各种稀奇物品 但是岛上海岛极多 风浪巨大 就需要尖船 银州的商会 秘密聘请天下的能工巧匠 研制了很多船 其中最坚固的外包铁皮 甲板之下 飞轮铁桨 人力踩踏起来 水面上行走如飞 比大前水师的船舰 都要坚固的厉害得多 这还是红翼在笔记之中偶尔读到的 他即将要到南方了 到静海水师中当官 剿灭水匪强盗 肯定就要出兵海战 如果自己那一队伍用小舰观船 危险性极大 买到了银州商人的铁皮飞轮船 立战功那就是简单的小事了 你要买铁皮飞轮船 这种船造价极贵 一座八百人口的大船 成本就要花费一百三十万两银子 仙人工匠铺龙骨 打铁皮 游进木板等等 从开始到下水 要制造七八年 眼下我们两人所能控制的 也就两艘而已 每年出海一趟 到神风 刘珠 出云 约夏 横宇 白木 东川诸国往来生意 而且这船 制造困难 我们银商总会 就是不准卖的 花弄影一听 皱起了眉头 而且这座大船 四周肯定要配 三十六座小船 小周护卫的 花弄月接着道 成本 一百三十万两银子一骚 红一厅大吃一惊 他刚刚还想买呢 但是现在一厅 还是算了 成本就要百多万两银子 卖出去 还不得两三百万两啊 就得现在手上 区区的十万多两银子 八字都没一瓶 那算了吧 不过能否租用啊 还有 你们商会上 应该有详尽的海徒吧 红一白白手 提出了另外一个想法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如果喜欢本书 请加入订阅 方便下次继续收听